欢迎收看最新奇的无话不谈 我是达德寿主 吴巴勇 这一次呢我们有点像是 回顾我们之前讲过的 再继续做一个补充说明 在这一支 2024年 这是我们第2024 第一次的无话不谈 那我们之前一部影片就是 跟大家分析就是靴这种类 我们分为绑带靴 然后还有套筒 绑带靴里面又有分什么 Less to toe Regular toe等等的 然后就有网友留言了 比如说他举例一个 Jopper Jopper是归了哪一种呢 他提的非常好问题 现在我们想到说 其实有一种类型的靴子 被我们忽略了 除了绑带靴 套筒靴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靠 调节带 来调整尺寸的 这个松紧度的 我们一般刚刚讲的绑带就是鞋带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调节带 就是它是一条带子 去做一个固定 就是用调节带来调节 你的松紧程度的 没错没错 对那就是我们这一集 就是要来 帮就是靴子种类 再多做一个新的 补充说明 Yes 看下去 那可能大家就是听我们刚才讲 可能会有点笼统 什么是靠调节带来调整松紧度的 那我们其实以鞋子来讲 因为我们大部分讲靴子嘛 以鞋子来讲有一个种类 就是靠调节带来调整松紧度的 那鞋子就叫梦克鞋 那我们这边手边刚好有 这也是大家 你讲到鞋子的话比较 最常见应该是这种Double 孟克 还有这个Single 有看到三个的吗 好像比较少见 对没有 好像没有 应该还是有啦 但长期就是Single跟Double Double最常见啦 那你可以看它其实就是靠调节带 这里啊 它没有任何的鞋带设计 当然有些是从这个去延伸 可能它会再做一些额外的设计变化 但是这种是比较常见的 对那以孟克鞋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归类的 就是它不是绑带靴 因为它没有鞋带 嗯 它也不是套筒的嘛 对很正常 它就是靠调节带来调整松紧度的 没错 这孟克鞋 那孟克鞋那个查过资料 它说是Double Green 首创的 噢 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这个类型算是已经算是 蓝装类型算是一个蛮经典的种类了 确实 对那它的正式程度呢 它其实它不像ASFER那么正式 如果你要出席更正式的场合 还是要算ASFER 就是我们讲内宇 那就是如果也调一下鞋子的话 就是孟克鞋 那鞋子是怎样子的 来看一个 先来看一下这个 来来来 这个长子在那边甩来甩去的 另外这条给我好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靠没有鞋带 你看它整个 它连鞋带孔都没有 这不是改的 这不是后来改 这是本来设计就是这样的 它没有鞋带孔 它就是靠 这个这一条条很长的带子 然后跟这个扣具 你就缠到之后 来调整这个缩凝程度的 这种鞋子 这种靴子 叫Tanker Boots Tanker 就是坦克 Tanker 顾名思义 给蔡老师为什么的吧 主意大利面用的 Bongiorno Sparkers Pomodoro 不是就是 当然不是啦 Tanker 就是说 它是 二战的时候 在专门给坦克兵 在坦克内部 穿的靴子 它其实整体 跟大家熟知的 闪兵 靴子 就是那种 像这种高度 只是这里全部变成鞋带 外型来讲其实 彩片设计来讲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在它的鞋带孔 它的调节系统是 改成绑带 那为什么 你们想想看 为什么会要做成 这样子的设计 为什么 你们可以想想看 你们举出 看看 有没有什么原因 是让它要改成这样的设计 你军队来讲 它统一都发样靴子就好了 为什么坦克兵 要特别做这样的设计 它被卡到 这是一个 绑鞋带容易卡在 对容易掉 然后你可能在 在那个 坦克里面 你空间是很小的 你拨抖了 你没人弃到 逼 发射炮弹了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 很像什么喜剧 这是真的 这是原因之一 就发射了 对对对对 或者就爆炸了 应该是没有这个扭 自爆了 然后还有就是 坦克的话 它就是 它好穿脱 这很正常 我这个好穿脱 我是不太确定 但是我相信 应该是比 纯鞋带好穿脱 纯鞋带 它那个 10寸 哇 全部没有一个鞋勾 对 你要松开来的 全部绑 是 那就是好穿脱 然后 再来就是说 它取消了 你看它取消了 鞋验 鞋带 你有鞋带的话 因为早期的鞋带 其实是 就是用那种 怎么讲 冷造纤维 不管是尼龙 还是是 应该是尼龙为主 但尼龙有个缺点就是 不耐高温 对 对 会烧掉 然后包括有些军靴的话 它可能上面的彩片 它就是早期以为 也是用反波尼龙片的 那个都不耐高温 比起皮克来讲 如果你在坦克 比较高温的环境 算是应该不会到溶掉啦 但是假设 你被困住了 爆炸了 但如果鞋子也溶掉了 是不是降低了 你逃脱的可能性 因为脚黏住了嘛 对 就是说鞋带掉了 对 那就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就会改成这样的方法 听起来蛮恐怖的 但是你看 以前军队真的是打仗用 确实啦 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些 实际的功用 然后再来呢 你可以注意到 刚才讲的是它的 算是优点好了 作为坦克兵 穿这靴子的优点 那缺点是什么 太帅 帅吗 我觉得蛮帅的 真的吗 送给你会穿吗 搞不好会 真的哦 就是 你这个好完整 这个怎么好像藏着水来水去 对 我玩一下 就是呢 其实它有个缺点 是因为靠调节带来绑 它有个缺点就是 它没有办法绑得太紧 所以它缺点就是说呢 穿这鞋子的 没办法长时间 走久 它就像这样子套着 对它就是说 会吼啰啰啰啰啰 会掉脚 所以说你可以 但是你 为什么坦克兵可以用 坦克兵就在坦克里面而已 这送啊 对不对 它根本不叫走久 你比起一些那种路兵好了 路军来讲的话 你要长时间走的话 那你要靠鞋带来绑紧 对绑更精准 对那这个就是 你只要好穿脱 然后我开我刚才讲的功用 就是说 不管是防烧啊 还是是那个 把鞋带掉等等的 那只要你维持坐着 能够保护你的脚 就够了 它不需要长时间走路 所以 这样的设计其实也期待有致啦 确实 对 算合理啦 合理合理 对那就是Tanker Boots 好 那还有一个 另外一种 好 顺便就 刚好有一双 很好看 很帅 是真的很刚好吗 很刚好 超刚好的 绝对没有 强硬的一个 这个业配的一个环节 应该是没有啦 蛮明显的 接来也有兴趣了 就是啦 我们刚才一开始有讲到 也就有 网友问我们 Dropper 算不算那种种类的 其实Dropper呢 那我相信就是各位网友 应该对于Dropper应该有个 已经有个形象在了啦 因为这一阵子呢 日本那个clinch 嗯 把它稍微翻完一下 把它的 它的整个鞋身 再做更高一点 做到几乎就是9吋的 然后就是让这个鞋型 Dropper 哇 Dropper 来来来 好 好 大家可以看 所以Dropper Dropper 它也是靠 它是靠 就是前面一个Vamp的柴片 跟后面的柴片 然后呢 靠调节带 绑在脚踝上面 这种短靴 那Dropper其实是 源自于印度 这个词是来自于印度 一样是马术运动的 就是早期他们会 就是那些印度人 因为印度受 那个英国统治 是 所以他们有玩 那个 就骑马 玩马球的习惯 嗯 那当地的人 就是穿这种靴子 靴子 短靴 从事马术的运动 就是 Dropper 是一个地名 然后呢 其实Dropper 它其实有两个含义 一则是指这种靴子 它一则就是 马术裤 裤子 一组的 对对对 那马术裤 你可能变Dropper 就是可能就是裤子的意思 这可能就是Dropper boots 但是Dropper 就是可以指裤子 也可以指靴子 那这个东西就是从印度呢 有大概在20世纪初 丢回到英国去 然后开始盛行 你就是整个马术的服装跟运动 就是这种类型的鞋 因为从印度 然后先回到英国 然后开始变成一个比较 大家广为人知的鞋型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Clinch 日本的Clinch 它就是把这个铜身 加得很高 因为一般正常的人 这种Dropper的话 它算是短靴的马术裤 因为你知道马术裤 还有一个更高的 是 对 这个Dropper的话 因为可能因应当地的气候 它不需要穿那么高 不要流光啊 对就是很不舒服 所以说是有这种短板的马术裤 它就是 那Clinch 它是把这个Dropper 这种类型稍微再加高一点 做到差不多 对加到这里 对 然后那种就是 其实之后 后来之后啊 就在网路上有个论战说 你们喜欢Dropper是 改良版 不是改良版 修改版之后的 还是是那种正常版的Dropper 这个就比较是大家 经典款啦 英国传统他们的Dropper 长这个样子 像我们这个就是Trikus 英国皇家的认证品牌 Trikus 有硬吗 赞赞赞 就是它出的Dropper 那就是 这个东西其实目录上没有 观光网上也没有 对啊 那是我们特别跟台湾那个代理商订的 它之前有出过 觉得很帅 但是有一些地方不对劲 对 就是它本来是有那个 有提把 拉把 对啊 有拉把 我们就是请原厂可以把它去掉 就变成这样比较干净率弱一点的感觉 对啊 就是 我有穿 应该看不太清楚 看得到吗 可以吧 卡不正能Q 哇 再摆五分钟 不要不要不要 Dropper 就是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我们从鞋带系统 套总学之余 一个 也是靠调节带 来调整松紧度的一个鞋型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 是最传统 最理想的就是英国他们去做的一个样子 对 那还有 其实你可以看到有些变异种就是 有些 现在Buckel在这里 那有些Buckel是在这个地方 嗯 那变成你的带尾的收尾就是会往前跑 不是往后跑 像这个的话 这个带尾是往后跑的 但如果你Buckel是在这里的话 你的这个带尾是会往斜头跑的 对 有各种啦 各种玩法 对 那这种类型就是叫Dropper 没错 那但是你去网路上查的话 你去查Dropper Boots 有些看到是那种 有那个支带的 Chelsea 嗯 也会被归类为 那个Dropper Boots 嗯 因为其实Dropper Boots 其实就是短筒的 马术靴 嗯 那那个Chelsea的话 也是属于马术靴的一种 这样讲好了 所以你可能 大家可以可以 就是 有些品牌会把Dropper Chelsea 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就都写啊 对对对 都归类就是Riding Boots 就对了 对 其实其实这个 我们讲都讲Riding Boots 嗯 那其实Dropper 就是这样子 所以 诶 那讲不说 这集目的 是什么应该很清楚了吧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看到这支影片 都已经看到 我们已经在推播 这个鞋子了 对 漸漸准备好了 对没错 我们要去 攻打你的钱包了 攻击我的圈装 攻击我的圈装 要骑进你的钱包里面 干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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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这双自己特别的 其实以Trikers来讲 因为大家印象中的Trikers 可能就是猎学 然后大家可能想象的Trikers 也是一些比较低价的款式 就可能就是 就雕花的 那种Country Boots 对对 Country Boots 那就是会比较外放 粗犷一点 对 整体其实很会比较粗犷 那你会发现 诶 这个不得了啊 这个很精致啊 对啊 你会发现说 怎么都是Trikers 怎么好像变成两个品牌的感觉 对对对 你看这个底 它这个车性还是 线呢 线怎么不见了 因为是贴合的 嗯 还没有不是啊 这是烂这什么东西 没有啊 它的线就是皮底翻起来 埋线 对 这是非常高阶的做法 对工艺 然后你看它底部皮底的处理 抛光 水尬 有没有 铜钉 不得了 这个真的有颠覆我们对Trikers的印象 没错没错 对 然后 就是 真的不像Trikers 嗯 对 我穿起来也蛮爽的 嗯 那平常怎么穿 其实 有些人会习惯就是把它 稍微穿高一点 尽量露出八口 九分 对 九分裤 九分裤的话 你可以tape的也可以宽板的 其实都可以 看你平常穿着 主要是要把 可能尽量让这一段露出来 那个整体俐落感会更 如果你想要稍微低调一点 即使你盖住 也OK 因为它就看起来像套筒靴的感觉 就是会低调一点 也许你会跟牛仔靴有点异曲动工 就是 你把牛仔靴统身盖住 但是你坐下来 蹲下来的时候 露出这个八口 鞋子的整个外形露出来 大家可以发现这样子的设计 你发现说 诶 其实上班黑色的 一个西装裤 门扫 这样盖起来 根本没有人知道 这里长一个八口 门扫 坐下来才看得到 細節 男人的細節 是什麼? 八口 有一點狗屁不通 不過還可以 對對對 男人就是要悶騷嘛 對不對 你看我全身都穿得很樸素 但是我收起來 是卡西歐 欸不是啦 悶騷 老歷事 從一些不經意的細節裡面 可以獻住你的品味 屁的很漂亮 所以其實基本上我們不會經營家教弟 就是不天底派的反攻 哇 殺一個措手不及耶 你可以來加鐵片就好了 你要加也是可以啦 我覺得有點可惜就是 你有沒有加 我怎麼忘記我們有沒有鐵 你加了啦 是嗎 對啦 他說的我不太確定 你加了啦 但是我的話還是建議就是可以加 鐵片就好了 他拿你包罩我會笑他 這真的很漂亮 對對對 Jopper啦 就是剛好好啦 就今天這樣可以補充說明一下 沒錯 這個眩有沒有帶方 對 classic 非常漂亮 對 如果他今天偏尖我可能就覺得還好 但他是帶方的 我覺得這個眩非常的漂亮 然後皮是小牛皮嗎 然後眩寬我們做比較寬一點 正常的應該是算低到1之間 就是 曲格是5號線這樣好的 就是他最M號線 最M的感覺 對 也不會到特別快 因為特別快要叮到6 OK 對 但是穿起來 因為是小牛皮所以穿起來舒適感很夠 對 剛開始穿的時候這邊可能會切腳 你又被切到嗎 對不對 切三次 切三次 很明確 對 大概三次 我自己在穿的時候 大概連續穿三天 三天那個 我的腳這邊都會有一點勒住的感覺 也不是勒住啦 就是你會覺得好像跟阿天打個架 我是沒有啦 所以這個看個人 所以大家還是留意一下 就是一開始 但後來就沒這問題了 後來就完全OK 軟一點就沒問題了 對 我打贏了 漂亮 恭喜 征服他了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會登場的 大家留意一下 是 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應該 像我們之前推牛仔缺 Cowboy Boots 因為台灣很少人進 是 那接下來就是 Cowboy Boots 你就喜歡搞一些 少進 大家就可以來店裡試穿感受一下 那都賣不掉 幹 哎呦 我不會說 沒有支持一下 這是好東西 對不對 推廣一下市面上少見的東西 使命 使命 Yes 為什麼 我幹嘛講一樣的話 好啦 那我這邊要再做一個補充說明 就是我們在講那個 鞋型的種類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就是 大家記得 牛筋鞋嘛對不對 這邊有牛筋鞋 我們講這個 內魚 內魚 牛筋鞋 那我們有網友跟我們指證 感謝這個網友的補充說明 他說其實 因為我在我們那影片講說 只要是牛筋鞋的類型 內魚的BOOTS 就叫Balmereau Balmereau Boots 但是他提出來就是說 其實Balmereau來講的話 應該是指這個Vamp的柴片 有延伸到後面 變成是他這是 沒有這邊掉下來 是一直延伸到屁股的 包一臉 對 這種類型 才叫Balmereau 他提一樣是Asfer 但是呢 Balmereau來講 嚴格來講 應該是要 這個柴片設計是要把到後面來的 所以呢 你在網路上 你搜尋如果Balmereau Boots的話 基本上看到柴片設計 都是 很延伸到屁股來的 對 他說這個 不能 對他而言 其實不是說 AXF的BOOTS 就叫Balmereau Balmereau來講 應該是柴片要把到這裡來的 才叫Balmereau 感謝感謝 這就是一個 細節啊 對 就是一個 ASF裡面又再分下去的分支 沒錯沒錯 新的直線 那感謝這網友的 交流 對 交流交流 好啦今天就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被剪掉 不會吧 我不知道啊 拜託不要 我們這個審查機制 好啦就是 反正這一集就是補充說明 新的類型的靴子 沒錯大家如果有什麼任何的意見 或對我們不滿 都可以在下面寫 對要補充說明也可以啦 像那個 這樣交流真的是不錯 對啊有時候是我們 自己在介紹上 我們想法上一些 對 缺漏啦 是是是 這樣不錯 補充說明很好 讓這個小圈圈 可以更完整 我們大家可以知道更多 好啦這集這樣子 謝謝 掰掰